好 主播日前台中市刑大征破了一起抢跑案件 之后他们抓准时机出动大批警力 冲进民宅调查 那警方调查呢 四十多岁的张姓主贤经常进出这一栋透天错 那他沿途呢都会刻意躲避监视器 警方在深入追查 发现这个处所疑似就是毒品跟枪械的交易地点 那他们等到时机成熟就迟搜索票 进到屋内调查 那眼看大批警力到来呢 这个嫌犯是直接就把他的手枪跟子弹 装进塑胶袋里面 之后就放进马桶的水箱 不过呢还是逃不过警方的发言 警方持续追查这个张姓主贤 有吸食毒品跟持有枪械等息性 那整天是游手好闲没有正当工作 持有枪械呢 这个主贤还变成是防身之用 不过呢已经违法了 之后警方训后依违反枪炮管制条例 等罪嫌将他移送云林递检侦办 以上最新情形时间先将我给朋友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